1月5日,媒体晒出邓莎带儿子大林子一同出游的动态,不过当天邓莎的怀中她抱着一个小女孩,三个人不动亲密,恶然是一家人的模样,难道邓莎又秘密生了一个二胎女儿了? 34岁的邓莎私下里带孩子出行,打扮得非常休闲街地气,身穿黄色宽松贴是搭配一个女妇帽,也没有戴口罩,丝毫不介意被人认出。 宿命朝天的她脸色有些暗黄,还胖出了双下巴,和荧幕上光鲜亮丽的形象差别明显啊。 当莎进入室内后,就脱了外套,里边只有一件短袖,露出的胳膊上还有袖口处都能看到还贴着纱布。 此前,她在微博上晒照表示自己把火关是不幸烫伤,被布伤和累累,看样子到现在都没有恢复好。 一开始,邓莎带着大林子去看玩具,大林子和旁边的小伙伴,热火朝天地聊了起来,邓莎就耐心地陪在身边等待。 之后,邓莎走出门后再回来,怀里就多了一个小女孩,看上,却还不满周遂的样子,非常呱巧地被邓莎抱着。 看两人的亲密程度,并不像是别人家的小孩。 看到妈妈抱着小女孩过来,此前还沉迷于玩具的大林子立刻跑过来,跟在妈妈和小妹妹的身边,还十分主动地逗妹妹玩。 看到妹妹对自己的手表感兴趣,大林子更是直接拖下手表地过去,笑容超暖心,活泼可爱,简直哥哥一爆棚啊。 看到邓莎,大林子和小女孩相处的氛围,怎么看都像是一家人,难道邓莎又带一次秘密生二胎了? 此前邓莎带着儿子大林子参加综艺妈妈是超人,让不少网友们都感到震惊,毕竟连她什么时候结婚了都不知道,怎么就有孩子了呢? 据悉,邓莎曾遭遇与原经济公司解约的风波,非常巨债,好友马天宇直到好慷慨点忙,突然帮她渡过难关。 于是就有传闻称,邓莎十分感动而爱上马天宇,但是苦苦追求却没有结果,两人的飞丸甚至一,杜菲传得沸沸扬扬。 直到邓莎带着儿子合体参加综艺才打破谣言,在节目中,邓莎从未提起过大林子的爸爸是谁,不过在镜头扫过他们家的照片墙时,还是被眼尖的网友们一家三口的合照。 原来邓莎已经秘密结婚,并且有了自己的小孩了。 邓莎出道十一年,一直不温不火,凭借妈妈是超人,才有一些火花,然然之后又回到了此前的状态。 秘密结婚生子对于她来说,可是有钱哥的,不知道此次抱着的小女孩,是否也是她的女儿呢? 孩子的亲生父亲又是谁呢?